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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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另外一个人在下面用力用手把它握紧 用力握手把它握紧握紧这个砖块 这个砖块在二楼挑砖工人准备把这个砖块运到这一楼的过程里面 他必须要慢慢的放这一个绳子 OK 那等到这个上面的工人把这砖块放满的时候 就后来错过了这砖块的重量 当他们把这个东西推出去就误判了 它的重量其实超过了一百公斤 所以今天这工人的手 事实上它是握不住这一百公斤的 大家可以想想一种状况 今天当这个砖块车子被推出来 人的手握住会怎么样 对了 所以这个砖块就要往下掉 这整个车子往下掉 可是这个人心里想说我如果把手放开 待会这个整台车的砖块会散落一地 那这个时候慢慢剪剪得很辛苦 所以他把手握得很紧 握得很紧会产生一种现象 就是砖块往下掉 人就往上啪 被冲上去 被冲上去 因为冲的速度很快 他又不想放手 于是这个手就突然夹 卡到这个齿轮里面 一卡 好痛 就它卡进去血肉模糊的状况 他用左手把它握紧 其实他当时一开始放手就好了 结果他没有把它放手 所以就用手一握紧 一握紧 很糟糕 人在这个地方手一握紧 结果这个砖块整个的砖块散落了一地 散落一地之后 结果这个砖块车就变得好轻 砖块车变得好轻 人就变得好重 于是他就握着这条线 砖块车又往上冲 人就一直往下掉 一往下掉 天啊 撞到地上 他的脊椎都断掉了 撞到地上 痛得哇哇叫 这个时候他终于放手了 一放手呢 在天上的这个空空的车子又往下掉 因为手一放掉 往下掉就扎破了他的头 所以他可以不要去接受到这些事情啊 手也血肉模糊了 脊椎也断掉了 就后来加上什么 哦 连自己的头都被撞破了 所以他可以不用去接受到这些事情 他只要学会一开始的时候就怎么样 就放手嘛 所以放手要在第一时间之内 其实很多人不晓得这个道理 握住了一个已经变质的感情 握住不放手 握住了一个已经下跌的股票 不放手 其实第一时间我们都要设定什么 停损 所以我们跳脱现状的第一个动作 就是要开始跳脱现状 当然要放掉手上眼前这些不好的牌 铺铺盘拿的不好 很简单把牌打掉就好了 要学会怎么样放手 第二个动作除了放手之外 帮你的大脑下一个指令 如果过去人家不好的信用 就有3%的大脑所设定出来的 另外不是要打开另外3% 去学会世界第一名大师 教我们所有的一些事情吗 所以除了学会放手之外 要记得第二个老师要告诉大家的是 如果在过去的境遇里面不如预期 请记得哪里跌倒 换个地方站起来 这句话很重要 哪里跌倒换个地方站起来 比如说我们常常在讲说 现在经济状况大家普遍不好 所以很多人陷入了贫穷之苦 那如果想要急于成功 应该做的动作 不只是你有多努力而已 而是要检视自己 现在目前的处境 到底有没有符合趋势 如果记得哪里跌倒了 比如说实体通路 你们还记得吗 然后讲当时的农业时代 到工业时代 然后到商业时代 如果农业时代 土地 阿座缺席了 工业时代 工厂 爸爸阿伯缺席了 商业时代的店铺 如果我们祖先三个东东缺席了 那请问一下下一波是什么 是网路的时代 网路的时代 所以哪里跌倒 换个地方站起来 实体跌倒了 赶快换个怎么样 网路站起来 所以这里老师还是要提醒大家 当彼得多拉克 德国管理学大师彼得多拉克 造访韩国的时候 韩国总理曾经问他一句话 请问一下南韩的未来在哪里 这个彼得多拉克讲一句话说 网路 韩国总理没有听懂 你就再说一次 然后他说网路 于是就走了 未来的趋势就是这样 在网路 记得哪里跌倒 记得换个地方怎么样 站起来 不管你身处何地 不管你心境如何 请记得你想要得到什么 请你开始解释现在目前的处境 爱一个人 今天如果爱一个人 他今天不是这么爱你 记得 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 那你要学会放手 就像握住一只鸽子 你够爱这只鸽子 放手 今天放手 他会回来 他就是你的 如果他不回来 他就不是你的 你爱一个资产 请你记得学会放手 除了放手之后 要捡持你的脚 你站的地方 是对 还是不对的 如果境遇不如预期 请记得学会怎么样 放手 而且记得要跳脱现状 跳脱现状 要聪明的跳脱现状 好 这个当然我们要训练自己更新想法 之前已经讲过 如果我们3%的大脑细胞 如果我们的脑细胞 反射出来 不是我们要的 是不是要启动 另外97%里面 另外一个脑细胞 这个脑细胞的设定 就是更新想法 因为我刚刚讲的 其实网路时代已经来临了 网路时代来临 代表什么事情 就是过去实体的通路 实体的生产物 很可能都会经过一番 很大很大的变革 如果当时农业时代农地 工业时代工厂 商业时代店铺 我们都没有来得及跟上 要不要赶快进军什么路 网路 所以一直不断的去更新想法 这网路的世界里面 到底它代表的是什么意义 以及它替代了什么样的东西 举个例子来讲 以前 我们的爷爷奶奶告诉我们 有钱要存到银行 因为勤俭可以怎么样 勤俭可以致富 跟现在想想看 钱存到银行会产生什么现象 银行的利率大概是1%左右 甚至不到 而通货膨胀是3% 每存一笔钱 其实钱会越放越薄 因为每存一笔钱 其实银行的利率 就给你怎么样 富的变成-2% 因为通货膨胀太快了 那过去为什么爷爷奶奶 会告诉我们勤俭可以致富呢 因为钱以前存在银行里面 3%可以享受到银行利率 6%到12% 甚至还有人说18% 还记得嘛 所以每放在银行里面 可以享受 3%到15%的正循环 而现在钱存到银行里面 已经是负的 所以如果想法没有更新 我们一直不断去灌入 哎呀勤俭可以致富 那刚好我们会发现 自己的钱越来越少 那到底越来越少 如果想法不更新 事实上你是抓不到 为什么勤俭到现在没有用 所以往往我们父母亲 或者我们爷爷奶奶 以上一个世纪的观念 来告诉我们 他们不知道上一个世纪成功的理由 却往往是下一个世纪失败的原因 我们再来思考一下 以前大人告诉我们说 赶快买一个房子 房子出租 然后就可以养老 现在大家前两个看买房 房价 你买得起吗 所以整个所有的Windows7的大脑 已经替代了DOS系统 当时之前的想法 所以告诉我们说 我们赶快第三个找一份工作 找一份工作 找一份安定的工作 可是我们知道现在是 高科技的工厂时代来临 高科技的工厂 请问一下高科技的工厂 倾向于更多人操作 还是无人化操作 当一头牛碰到 这个耕耘机的时候 牛就知道他应该要失业了 所以他们面临这个高科技的工厂 已经面临这么多的网络事业里面 网络事件不需要人事管销成本 请问一下 所有人力通通都被替代掉了 这时候的人做到什么样的思考 所以跟进想法 我们都知道跟进想法的重要 过去所需的东西 其实有90% 会在未来三年被淘汰 我们看下面这一段影片 我们就可以了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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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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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了这个影片大家有什么想法 我们终于认知了原来我们之前所学的东西 其实在未来三年 此年几乎通通都要被淘汰掉百分之九次 所以这告诉我们 我们已经充满了机会了 因为那表示我们过去 如果学的东西不是学的很好 没关系 没关系 因为之前学的东西 其实在目前几乎都已经过期的状况 所以我们要开始东西想法 重设我们大脑思维 我可以建议大家看一本书 这本书叫《一题数学解决》 全球经济问题 这次老师在三年前写的一本书 叫做《解决全球问题的人可以拥有经济大权》 而这个经济大权是由这一题数学带跑 时代怎么变迁 从农业到工业到商业到网络到生化科技 其实财富的分配的法则一律都不改变 所以其实经济学它是一个心理学 你看完这本书就知道了 看完这本书之后 你就有机会来参加老师的免费的演讲 老师可以开放给所有我的读者 来跟老师一起如何思考到未来财富的动向 让我们来一起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解决人类的贫苦 我们人生有两个东西需要解决 一个是病苦 一个是贫苦 我常常在讲说这个贫苦 其实贫穷 其实贫穷是一种心理作用 它是一种心态 而没钱 没钱是一时的 而贫穷是怎么样 是永远的 所以心态不改变 财富是不可能累积到你的身上 你们也可以看我老师另外一本书 让钱自己留进来这本书去思考 如果把这个股价做对 让财富直接灌到你身上 这个贫苦很容易就解决 另外一个是病苦 病苦的问题 其实也很简单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大家都应该知道 这个想法上是应该要改变 有一个人他有鼻过敏 就一天到晚带着小孩子 小孩子又有鼻过敏 怎么通常妈妈有鼻过敏 下面小孩子通通都有鼻过敏呢 然后每一次时间一到 天气一湿冷 然后这鼻过敏的前面 医院前面挤满了所有的小朋友 而且每年都会来好几次 鼻过敏大家都知道很难治好 其实鼻过敏它是可以好的 可是很多人不晓得这个原理 请问到我讲一个很简单的 关键就好了 你的手上有一个细胞 这个细胞在外面充满了化学 毒害的物质状况下 细胞要怎么样能活 它要打什么抗生素 它需要打什么类固存 什么样的抗生素类固存 会怎么样效果 可以让这些细胞 在毒害的环境下能活下去呢 答案是都活不下去 因为外在的环境是出问题的 所以现在有好多好多病 那是因为外在的环境的问题 外在的环境 所以我们如何思考去改变这个环境 这个大我不见小我是不可能存在的 所以这个观念一定要记得 人一定不可以太过自私 比如说像这个财富 这个细胞也要回到手上 才能去植取整个世界的资源 一个单打独斗的细胞有什么用呢 另外一件事情 让这个细胞生病了 甚至外在全部都化学毒害 这个细胞吃什么药有用呢 所以我要讲一件事情 一定要过一个团队的生活 一定要脱离自己私心 很多事情无私自通 只要没有私心 大脑就自然通达了 所以这个更新想法 请记得 我们一定要化小我为大我 开始思考周遭里面 所有资源如何整合 以及自己如何能够为群众做 太多的更多的事情 以便能够帮助更多的群体 我们是在打一个团队仗 所以one for all 就是老师成立的社团 就是我为人人 是这个概念 好不好 我希望以上的这段话 可以帮助大家 更新某些大脑的想法 好 更新想法之后 我们要找到这个支撑 我们生命的一个主轴 主要的架构 然后我们介绍 我们要怎么样 增加我们的效率 效率为公式 大家可以把它记在 自己大脑的情绪里面 很重要 随着思考 我们不是做更多的事情 就更容易成功 不是的 因为有太多人一直原地不断的绕路 世界上最悲苦的人 就是每天周而复始 做同样的事情的人 我们提升这个效率 必须要做到的事情 知道这一个式子 效率 所谓的效率就是什么 我们知道数率是距离除以时间 那效率是什么除以时间 时间 就单位时间之内 我可以做多少事情 这是不对的 应该说单位时间之内 我可以做多少有效的事情 只有做有效的事情 才叫做什么率 效率 如果无效的事情 你会变成周而复始的空转 还记得之前 我讲了一个白龙居的故事吗 当时取经的唐三丈 是不是带了一只白龙居 回到这边所有众驴马 还记得吗 众驴马就讲说 为什么白龙居 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事情 而他们都不行呢 所以白龙居跟他们讲说 其实我们走的距离是一样的 只是我被设定 怎么样到西间取经 而众驴马全部都是怎么样 我一个这个嬷嬷一直不断的原地绕圈圈 原地绕圈圈 所以周而复始做一些无效的事情 我们不叫做什么率 叫做效率 效率必须要架构在两个 第一个 你的目标是否建立的 是不是明确 目标是不是建立的明确 而这个目标是不是真实的 你要去完成这个动作的一个目标 目标没有做 人就像大海的父母 永远不知道在漂浮到哪里 所以做的事情都是无效的 所以效率第一个 一定要目标正确明确 而且是所有的行为都要朝着目标迈进 其他的事情都可以把它看为杂实 第二件事情 你要讲究效率 就要看看你操作工具到底对还是不对 比如说我今天要去高雄 我可以选择走路 我可以选择骑车 我可以选择做平快 可以选择做自强号 当然我可以选择做什么铁 高铁 所以效率最重要的是操作什么 操作工具 比如之前我们再思考一下 大家就熟了 当时在网路时代 请问一下网路时代 运用这个网路时代 请问一下操作工具就是什么路 当然就是网路了 操作工具 就是选择比你努力还要来的重要 选择比你努力还要来的重要 所以记得要操作工具 但有些不小心上错了工具 那很糟 有些时候比如说我们上了一个平快车 到了平快车 我们很想增加这个效率 请问一下我们在平快车上要干嘛 拖着椅背吗 到处不停地往前跑吗 都没有用 所以一旦选择工具 你再做什么样的努力 都是于事无补 所以提升效率 用聪明的观念去提升效率 请记得效率是什么 是在单位时间之内 做多少有效的事情 而这个有效的事情 一定要给你的目标 目标一致 第二个一定要选对工具 这个公式请大家把它思考起来 这点很重要 好 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 要成功 而且要快速的成功 就要不断的调整 对 不断的调整 速度 这世界上已经从大鱼吃小鱼 转变成快鱼吃卖鱼的一个时代 尤其网路时代来临 网路是我们的一个公共名材 其实很多的事情 其实这个高科技 早就解决到过去 我们很繁杂的事情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网路之后 接下来要记得不断的调整你的速度 而这个调整速度必须要对大脑下层次 下层次 比如说今天在这个非洲的草原里面 一大早突然有一个狮子啪惊醒 另外一只羚羊也惊醒 羚羊惊醒给大脑下了层次 告诉自己赶快跑吧 再不跑的话 狮子就要追上来了 就没命了 这个狮子突然惊醒 趴快跑吧 再不跑的话 就抓不到羚羊了 就没有东西吃了 就会饿死 所以其实在草原上面只有竞争性的动物 其实对大脑都有下某些方面的层次 一大早起来 啪就开始往这个资源 往这个解决问题的途径去迈进 可是现在很多很多人的大脑 思维被建构在原地一直不断地绕路 而且充分了负面悲观恐惧忧郁 更可怕的是一个细胞脱离这个手了之后 接下来开始愤怒恐惧悲伤 害怕自己怎样脱水而死 每个人都已经换自己不足了 所以请大家赶快赶快来听老师的演讲 老师会在演讲的过程告诉大家 如何大脑从一千亿个沉碎的脑细胞 去把它打开 去成为我的无限次方的一个方法 启动重新启动大脑 自己大脑的方法 还有另外一个 如果你不是在台北的朋友 就是说你可能是很遥远的地方 金门马祖澎湖 或者是不是台湾的朋友 你可以做个动作 老师已经把一些机密的 能够打开自己大脑方法 拍成这个DVD 这个倒背如流原理 我常讲一句话 如果文章可以倒背 那人生当然可以重写 文章都能倒推 那人生当然可以倒回来 推理去找到自己大脑几个重要的视窗 开开这个视窗 然后大脑就启动了 这里面老师用拍成将近 这个有四个小时 一个人生启动一个密码 以及记忆思维的一个方法 大家可以配合这个 再结合老师的这个三十一封信 那头脑的速度会转速非常的快 所以你可以取得这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其实很容易取得 因为它的卖价很便宜 才一千四百九十块 大家可以自己去 老师给你的账户 自己去汇款 然后就可以取得这个 取得这个东西之后 老师还会在每半年 老师会开一个复习会 这个复习会就是告诉你 这里面的操作密码 有一个价值六千块的 复习会的门票会送给您 您可以直接订购这套袋子 就可以得到价值六千块 再加上这个1490总共价值七千多块钱的 一个课程 以及这一个光碟片 反正老师无所不用 其实就是希望所有全世界人都能够成功 那当然如果你在很远的地方 无法入境台湾 你可以把这个票去送给朋友 都没有关系 反正我们一定要想尽方法 让更多人成长并进步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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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动力 好 好 好 這個程式不斷地下達指令的過程 所以這個是一個執行腦的運作 執行腦如果下達這些指令夠明確 而且第二個電腦在跑的過程裡面 速度要很快還要刪除雜訊 這問題就可怕了 因為有太多木馬城市那些病毒 會讓電腦行動緩慢 所以行動快速它是要從這個大腦 全部重整開始的 所以你們趕快可以去看這副光碟 或者是直接來聽我的免費演講 我教大家如何去啟動自己的大腦 反正記得右腦掌管的是前意識 左腦掌管的是執行腦 而如何讓這個執行腦 讓我們自己前意識啟動 這是我在這一堂課告訴大家一個 其實行動是來自大腦的誠實的設定 請記得不斷調整速度要從這些大腦做起 好這封信我要教大家是創造成功 要成功成功不是小成功 而且是大成功 要成功就必須結合這個大我 絕對不是自己的小我的世界 所以我說一個細胞單打獨鬥 絕對不可能成功的 它一定要找到自己真正的跟你怎麼樣 能夠開創世界的這隻手的組織 到底到哪邊 要結合這個手的組織 有一個很大的動作 就是我現在要教的 叫做尊重承諾 尊重承諾 凡是企業家 大家知道什麼叫企業家嗎 企業家就是關懷世界 能夠把資源整合去創造更多資產的 把企業怎麼樣 當作解決人類問題重要的要務 企業家 所以有的好的企業家 他們都有一個很重要的心得 就是企業家看得比怎麼樣 把承諾看得比自己的生命 還要來得更重要 其實今天這個當然講的是尊重承諾 就是要莊嚴自己 我們要跟別人整合資源 首先第一件事情 你必須把你的什麼 把你的時間跟你的誠信把它拋出來 別人如果沒有辦法把資源跟你整合 那是因為我們說到的話 沒有做到 沒有做到 有很多人很好玩 在很年輕的時候 向朋友借錢就不還 一便告訴朋友 我是一個小錢都不還的人 所以未來的大錢也不要跟我合作 很多朋友很奇怪 跟人家約好兒子 結果時間到了 他沒有到 然後隔天很輕鬆告訴人家 哎呀我忘了 你告訴人家你忘了 一便叫大家 以後有重要的事情 我要來找你 然後可能告訴人家 對不起我睡晚了 其實這就不對 重點是我今天要結合更大的自願 就必須把我的誠信 把他拋出來 還記得當時 我們有看過這個三國嗎 孔明借賤 當時終於不是跟他講嗎 你就要借賤十萬隻 如果少任何一隻的話 軍令當載 要治理天下 要擁有更大的成功 就是我今天說到的事情 我一定做到 以便大家把資源能夠 供購於整合 所以這裡面在講的是 要成功 而且要大成功 你一定要注意尊重承諾 人們均不持與那些 不誠信的人合作 那你當然也不希望 跟不誠信的人合作啊 可是萬一如果 那不誠信的人是你自己呢 基督老師的話 尊重承諾就是 莊圓自己 要大成功 請記得一定要做到 我現在提醒大家的 尊重承諾 尊重承諾 是為了結合更大的資源 接下來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成功一個最偉大的力量 就是思想 思想 你想什麼就會得到什麼 人生將依照這些所思所慧 一一實現 所以我們要操作思想的力量 所以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 好像一個Player 自動播放器的一個機器 每天都不斷地 一直不斷地重放 你設定進去的一個程式 所以曾經在哥倫比亞大學 做過一個操作思想的力量 他把兩組籃球隊員分配好 另外一組呢 就是有一組 每天都不斷地投籃球 另外一組每天躺在床上 不斷思考他投籃投進的樣子 經過了一個禮拜之後 竟然兩組人打籃球的精準度 用思想操合力量 竟然比實際操作人還好來得好 這個就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們就去研發 原來思想是有力量的 人每天在睡覺之前 有一個東西叫Beta波 你們參加老師的演講 我就會告訴大家 如何去操作Beta波 如何能夠可以成功 就是很簡單 超過幾個大腦的一個程式 曾經就有一個老師 我們知道美國有一個黑人市長 第一個黑人市長 當時他很小的時候 老師從小就告訴大家說 我會幫大家預測未來 所以幫大家用這個牌去算 很多孩子跟他講 你會當藝術家 你會當音樂家 結果黑人小孩過來 老師看著他 看著牌 摸摸他的手 跟他講 我知道你會當這個黑人 第一個黑人的市長 他說很奇怪 這一個黑人 真的長大之後 就真的變成黑人的市長 因為他很感恩 跟老師講說 老師你怎麼可以預測 我是第一個黑人的市長 老師跟他講說 其實我當時也不曉得 我只是因為你們寫我的志願 你知道你想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我就寫了一個 你會成為黑人市長 我就隨便講一下 沒想到你就成為這個黑人市長 哎呀 這個孩子原來被設定的這個城市了 在設定的城市之後 他也開始思考 他為了想要幫助更多的人 幫助更多的窮人等等 他想當這個市長 於是當這個教授跟他講一件事 他也大腦被設定了 也因此堅定他會成為黑人市長 信守不渝 於是產生了一個很龐大的力量 這個很龐大的力量 這個很龐大的力量 就是我要告訴大家的是 操作思想也就是潛意識的力量 人的潛意識就跟冰山一樣 其實冰山浮到水面上面 只有5%到10%在山上 而另外95%龐大的體積都在海平面下 而這個海平面下就是我們的潛意識 我們就是過去的潛意識 把我們帶到目前的處境 而這個潛意識下達的指令就是上面的意識 如果換話到我們的左腦跟右腦呢 就會形成左腦跟右腦 左腦掌管的就是意識 而右腦掌管的就是潛意識 而潛意識就是我們的執行腦 大腦設定什麼樣的資訊 設定什麼樣的程式 右腦是做什麼樣的啟動 所以我們很容易的去操作潛意識 讓我們能夠成功 這我在我的演講 我都會講得很清楚 所以潛意識其實有三樣的東西 第一個潛意識是不分是非黑白 看到什麼東西就下端全收 所以如果你知道你的潛意識 不分是非黑白 那在意識的下達指令 你就要特別小心了 任何一個負面的想法 都不要從自己嘴巴說出來 不看負面的新聞 不交負面的朋友 以免我們潛意識被設定 因為潛意識是不分是非的 第二個潛意識是 24小時持續不斷的操作 它每天就在你意識模糊的時候 潛意識就出來了 所以很多人喝了酒了之後 做了很多事情 他自己不曉得 都是潛意識在做 第三個訓練出來的潛意識 它就有重排的功能 去創造 重排 預測 所以我們可以做一個動作 下達世界第一名大師的意識 於是會產生成功者的潛意識 而這成功者的潛意識 就變成你的執行 那這個動作 一定要把你的大腦 變成立體壯的思維 我也是知道這個命運之後 操作思想的力量 把我帶到現在目前的處境 所以請記得 趕快來參加老師的演講 或者是看老師的光點 把它看得清楚 趕快改變 因為大腦的設定 決定未來的命運 好 現在我要教大家 去實現自己生命的價值 最大的成功 就是設定了自己生命的價值之後 勇敢的去實現 如果你有夢想 請你記得堅持自己的夢想 不要因為別人懷疑 自己的夢想是否真實 如果沒有夢想 那請你現在趕快設定你的夢想 好 我記得 我在年輕的時候 我家經歷過一件事情 就是我妹妹在這個 十八歲的時候 十九歲的時候 跳樓自殺 因為書讀不好 從那天開始我妹跳樓了 我開始陷入一個很大的 一個悲傷難過 我曾經想像自己是一個 靜默的樹 從此不發一言 我每天不斷地早上起來 就開始做歌 寫作 創作 做歌曲 我陷入一個很深的迷思 我寫了好幾首的歌 沒有人能懂的路 另一個故鄉 我一直跳脫不出來 現在目前的處境 我常常到海邊去 幻想海和藍天的交界 是我另外的故鄉 是我永遠飛不到的故鄉 我一直陷入這樣的迷思 一直到我碰到一群孩子 那天是我這個做歌 做到肚子很餓了 同樣不曉得自己 已經坐了十幾個小時 然後去外面吃一個魷魚羹麵 那在吃麵的過程 旁邊就有一群大理女中的孩子 在那邊研討數學 那因為我本身數學氣得 一看 怎麼可能他們老是這樣教他呢 那時候一直寄養 就開始教一教 結果後來他們拜託我 希望我能當他的家教 於是從三個到八個 一直到後來 竟然我的學生 有兩百多三百多個 於是在二三十年前 我就創造了成光數學的 這一個品牌 我開始知道了 有一群孩子需要我幫助 於是我找到我生命的價值 不只是在數學 我可以去啟動 人的大腦的重新的設定 於是我開始思考苦思 如何能夠讓人家過目不忘 倒背如流 去尋找現在目前的處境 必須要解決中間整整的路徑 我教大家如何反推 弱P則Q 非Q則非P 這些年來 我走遍了上海馬來西亞 我走遍了好多的國家 我企圖抱的人生的價值 能夠影響到更多的人 很多人笑我 說老師這個東西倒背幹嘛 可是我親眼目睹 多少孩子因為我的改變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成長的故事 我想跟大家分享 如何再站起來 我們來看一段影片 我可能會被奇妙的 我不是每個人今天的計畫 就是那個隙子 我們把迫在這件事情 我們開來看 並不動的人 不動的人 我是個厲害的 也不動的人 不動的人 是個這樣的地方 不管的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你可以看到我站在国际的舞台上面 我知道我的一言一行 我的故事都足以改变现场的人 我知道我的生命 价值一点一点的提升 所以记得老师讲的一句话 勇敢的去执行你的梦想 让你的梦想 存在 永久存在于你生存的大地上 这点很重要 你是到了 现在最后一个 我们知道了 我们要开始挑战未来 小困难只能创造小成功 只有大困难 才能创造大成功 除非你做你能力 超越你能力的事情 否则我们永远不会有成长 记得老天爷 如果给你现在 某些不平凡的遭遇 以及你过去 经历过那些难堪的过去 请记得 若上天给你不平凡的遭遇 只是为了让你有 不平凡的成就 这段时间老师走过来了 我也知道 如何去看待这些事件 老天爷给我们成长 他无法透过语言 只能透过事件 如果你也有不平凡的遭遇 如果你也知道 你的人生跟别人不一样 如果你也发现 你自己是一只老鹰 请你记得 把你的手举起来 勇敢地展开这个翅膀 改定所有人生的骨架 你将会知道 其实你是真的翱翔天际 你是一个傲视群雄 你是一个可以在天空翱翔 你是一个超级完美的巨星 你是一只巨鹰 而不是你现在目前的处境 所以现在已经到了第四封信了 第四封信我们准备要迎接成功 在迎接成功的过程 请你做一个动作 第一个重新看这四封信 第二个你可以赶快跟诚光老师见面 重新看这四封信 让这四封信感动到行动 一直变成你的成功的一个骨架 第二个赶快跟诚光老师见面 我期待与你见面 我们来分享我们成功的步骤 我也期待看到你 看完这四封信之后 再变的人生 我是诚光 很高兴跟大家分享 我的成功的过程 请让诚光老师看到你的成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个深夜无一个地方 每个深夜无一个地方 总有着最深的思量 时间万千的变换 爱把友情的人分两端 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 哪怕不能够着心相伴 城里的月光 把暗梦照亮 请温暖它心房 看透了人 好吗? 不要吃好的 不要穿好的 三个孩子教育 好 有多点快乐片段 城里的月光 把梦照亮 请守护它身旁 若有一天能重逢 让幸福灑满 不要吃好的 不要穿好的 但是还是教育 好 好 有多点快乐 我有一天能重逢 让幸福灑满 整个夜晚 人家 在哪里 遇见 在哪里 中文字幕——YK